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而因为受日本影响 所有东西 轻某一种小说一定是一个历史背景 香港我们看旧派人 看金融小说 那也是 有原因是 畢竟是那个年代国仇家恨那些 第二就是好像六几年代 不知道有两个澳门有一个师傅 五几年 对了 就打架 那结果就变成了 律台比莫 重置武俠这件事 大家很憧憬 金融的小说又很適合时代 日本那个时代是因为 跟欧美那种风格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 有一个叫做 再舊一些 阿伦波 所以阿伦波这些 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部的这些推理恐怖小说 当时日本有一个作家叫江湖村亂部 其实他亂部的名字 拼音就是阿伦波 拼音 是的 那他就写 那亂部如果大家看过 本身 我不怕说 他也是有些变态 就是讲一些 尸体 那些很夸张 有甚至有个跟踪狂 进了个女人的家里 扮一张椅子 怎么办呢 一张很大的椅子 扮造 他拉起了逢线 他躲在里面 那那个女人坐在他身上 他坐在身上 所以这些这样的欲望 不是正常人想到的 那这些东西 形成了这样的趋势 在这里 后人受过影响 后期有些叫做横溝正史的作家 还有是重本清章 横溝正史的广场 大家会听过 百慕村 横溝正史里面 那个角色 叫金田一耕作 也就是我们叫金田一一的少年 就是setting 就是金田一耕作的孙 就是这样来 形成了这些东西的时候 大家就 我真的不知道 我知道 因为他经常说 金田一是金田一耕作的孙 但我也不知道金田一耕作的问题 我也不知道金田一耕作是哪个 但我们不管了 我只好看 他说 我以爺爺之命作势 就是金田一耕作 即是百慕村里面那个 已经旧版本 是屋尾清 最旧版本 就是男人40 40 按QQ 是的 那变成了 確立了这个风气之后 大家就会不断去 有人会看 有人会写 不断有人出 但是 现在呢 仍然有这个风气 都仍然有推理小说 就是他主打的 就是他主打的推理小说 嗯 这个就是风气的背景 但是变成了 看得太多 形成了 或者日本人真的有脑 他报的案件 而且呢 都是 无论是布局那个 和查那个 都是很小说 剧成本 我想是这样的 是 因为在小说里面 或者电影里面 互相互惑影响 是 是 一些责学东西 是 还有呢 警察都学东西 是学不是做的 因为人家保护局 学怎么去避 所以于是 就要想得 再仔细一些 再仔细一些 这一节 虽然做得短 我要快去讲 是 给你应该看过 黑澤民的天国院 记录有 你看到他勒索的时候 怎样拿钱 我真的不记得 拿钱呢 就一定是很难拿的 谁给你 拿钱是最难的 你谋理 设在公园里 出来报你 黑澤民他的车真是厉害的 后来有人用了 是 你上了火车 是 你总之拿了劫钱 开了一枪 开了一枪 你见到那个人举止旗 你就扔到外面 这招绝了 你警察怎么报 后来有人这样用 有人这样用 这招 如你所说 小说做完的东西 或者电影做完 有人识学的 我分享一单 是酒店的单 好 酒店的单 1967年的时候 10月份 有一宗事件 我宿舍那一月 是 1967年10月 在东京 品川区 有一间酒店 估计叫郭田酒店 有一间酒店 酒店房里面 那些旅馆 就是塔塔米 和室 那女孩子死了 三十多岁 就发觉 警察来到了 原谅 和室有一些橫柱 她掛在上面 那条和服衣都断了 就搭在那裡 咦 即是搭走地下 是的 她的脖子有脖子 有脖子 就死了 留下她的两封围書 一封就给她老闆 一封就给她家人 一封就给她老闆 那叫厌置职呢 真的是她写的 那现场警察 就说不用想了 自杀 不想也不用想了 那 後來有个警探 就说一次她的名字 很难记 叫做平宗伯兵衛 那个日本很出名 平宗伯兵衛 很出名 那姑娘神探 是阿伯来的 他老了 他来到一望 慢着 有可疑 有什么可疑 他电视台开了 当时NHK 正在播出 朝早做体操 臨死看这些东西 有什么奇怪的 再者 封围書 发觉入错信封 原来那个女人是亏空供款的 她拿了公司那一笔巨款的股票 当时的股票应该是没有记认的 就是像是银子那样拿去用的 那有一句股票呢 他就写着 我盗用公司的股票 我就致歉 所以我就要死 另一封信 寫给老爸老母 是对不起我做了这些事 真字迹来的 他说是乱信封的 入错信封 这些可疑 那再看 入错都可以 我随手入错 对不起 好了 警探座上横梁去看 是打高的 然后横梁上面呢 有一些陈的 他说 唯独你吊颈而已 为什么会左右的陈都这么干净 可以捉过这样的呢 有可疑 那么再去查 就查查知道 原来他隔离 他这个女人不是一个人住的 他说进来住的时候 就有一个妹妹 声称妹妹 就和他住住隔离房 那他觉得有可疑 以为是一个人 那么再查一个女人背景 真是规空公款 原来他认识了一个男人 两个都北海道 女人也是北海道 死者 她的脑子也是北海道 那两个北海道的时候 就追查个男人 可疑 嗯 查一查 隔离房 所谓的妹妹租住的房 里面的杯 竟然是一杯 和安眠药 一杯 又验了指纹 就是刚才所说的 他的脑子 有点可疑 还有还有现场 死者的房子 找一些杯 什么 烟灰缸 一粒指纹都没有 是不尋常的 没有也没有 有什么 这件事就觉得奇怪 接着就找到 去到这个地方 可能因为长话短说 是的 其实去到这个地方也不奇怪 但是你之前 我挡了证据 你之前呢 如果之前 就是两个女孩来租 一人一间房 是 如果不是这个 平重八兵位的话 是 其实都可以close file 因为呢 她的女孩 我不知道 我姐姐 她在这里住 接着她的规空公款死了 但是到这一刻 给大家猜 为什么有两封真遗书呢 她说我盗用公款 我现在很内疚 我一心求死的了 但是她身上没什么钱 那些股票不知在哪 后续了 就交代 老差骨就叫了一个女人来 就叫女人来 喂 这个女人真是妹 好笑的 那个女人怎么都不肯认 结果呢 她怎么报局呢 就找一间房子 和酒店房一模一样 你进来 你看啊 然后她就很害怕 原来是心理战 这个就是她说 这间房子 是不是这张床用 你杀了她 你怎么办 他就开始说说 就会认 她说原来怎么办呢 电视有什么痕迹呢 原来是几个北海道人 她说电视呢 她原来特意穿着电视 假扮死者 丟掉颈 假扮的 开电视 原来那个台 北海道就是正常的节目 来的 下来东京那个台 就变成NHK台的一个 体操 是不合理的 好了 整件事发生了什么事呢 就是原来那个老子 就是主谋 是 那个老子呢 就打算均催 原来她有些记录都是按底的了 然后找到一个女死者 就说 喂 我知道你亏了公司这钱 不如这样 大家双宿双妻 就说你在开酒吧 那我就哄她 哄她 哄多一点 中间就找到那个 刚才我说的 阿妹 其实真的不是亲妹 其实是妈妈杀 妈妈杀 喂 你是不是欠债啊 听说赌钱 他跟我做一件事 我认识一条女儿 比如说股票 如果搞到她自杀 搞到她意外死亡 就拿了钱 哦 原来两个商约呢 去了九州旅行 打算在山泥里推她下去 就是一个死者 是 她不需要怎么办呢 现场太多油画的 下不了手 结果展出去了东京 到了东京 到了东京 那封遗书怎么来呢 然后那个佬就说 喂 死者 现在警察查得很紧 遲早抓到你 不如这样吧 你想两封遗书 一封就是给老板 就是你自杀 一封就是父母 对不起 你炸掉而已 你写完之后 就扮不知在哪里 你塞了钟 他就以为你死了 他在北海道跳下山 已经找不到一条尸 那就可以了 那个女人就信 写完封信 因为两位兇手 合上的就用了他的腰带 嗯 就拋他 他就挂在了横梁那裡 怎料呢 就断了带回来 之后就挣扎 那条横梁就磨了那些砌封 乾乾淨淨淨 整件事是怎麼騙他做風遺書 但是幸好那個老差骨經驗豐富 先節拆局將整件事出來 就逼到他們認出所有的罪名 就是這樣的元朗 所以去監獄 因為做完事 之前回來的監獄 我們有這樣查一下馮書記 就要抹掉所有的東西 很不合理了 沒有錢了 原來我快說還有時間了 OK 整理一下是不是 好了 因為這一節就有時間了 很遠了吧 但是我們已經是50分了 是的 Sorry 其實我們在節目 現在是20點50分 其實我們的節目是 正式來講是20點完的 不過 我們的節目是很少20點完的 通常就 好像奧福文台都 是的 不要緊 大家好像很喜歡聽 如果大家想到南秀朗多一點上來 不就又一 是吧 首先我們多謝阿波哥先 第二 我整理一下 一於搞一個 愛在心秋 櫻花團 菲田 菲田大狗 大狗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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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正 大家喜歡聽 那一本 真的停不到 是的 我們要多找一趟 來講一些奇案 鬼谷 還有大狗寶 大家記住 我們是 什麼組團 大狗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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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什麼 我們是巧克團 絕對不涉及這些 我們是樂而不寧 順便可以帶我們去 我帶大家去 因為我很熟悉 帶大家去買 不是古著 那些舊的AV碟 我不知道為什麼 有些人喜歡做碟 現在其實 可以下載 但那些人是喜歡買我 那支碟 我想是黑膠碟的心態 但是它是AV 我會買的 藍光碟 也是 但是不是 如果你問我 其實如果有地方我去吃 其實我很喜歡唱片 電影 我都真的喜歡有 Blu-ray 或者LD 那類東西 實實體看 都是好過 所以現在寸流已經很漂亮 都是不同的 想儲起來 都是不同的 像Godfather 我不是有 我也是有 我全部升級到 最美麗的Blu-ray 那些版本 我就買了 好 多謝大家 下星期公布這個 刮川島和宗室 你也認識你也好 不年輕 明天記得上來買東西 星期日再見 拜拜 拜拜